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交通接驳规划 为了让到台北参加跨年活动的市民 能顺利回家 市府发言余志明与交通处曾令伟科长 召开记者会说明 免费接驳车与跨年的输运方案 那首先呢是我们在南港转运站的部分 有安排大约10班的免费接驳公车 那第二个呢就是呢 在这个台铁的部分也有增开 两班的这个加班车 来输运到我们基隆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呢 在我们基隆市区 也会有加开9条线路的这个公车 一直持续到2点50分 让市民朋友能够更顺利的来回家 那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说明 免费接驳车的部分 就是呢当大家呢在台北 过完12点钟的之后呢 就可以在国富纪念馆站 或者是台北这个市政府站 捷运站这边搭乘板南线 蓝色线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南港站 到南港站之后呢 可以步行到南港转运站的这个西侧 这边来搭乘我们市府 跟这个大都会客运合作的免费接驳专车 那这个接驳专车呢 总共规划了有10班 跟大家说明一下 最早呢是从12点钟开始 就是0.00分的时候开始就有 大概呢他每一车的班距 是位在12到15分钟 所以第一班是0.00分 再来是15分 30分 42分 还有54分 那在一点钟的时候 会有06分 18分 30分 45分 那最后一班就是在两点整 他大概呢会是在我们基隆的 这个二性循环站 是我们第一个停靠点 那其余的这个班次呢 就是一巡2088A路线的这个停靠站 那他最后一班就是在 最后一个站点就是在海科馆的部分 那市区公车的转程部分呢 这个是包含说从二性循环站出发 然后总共有1点10分 2点和2点50分 三个班次 那其中呢有9条路线 在二性循环站的话一起发车 那包含103八斗子 104新峰街 201深美国小 202 203恩奥坑 302中山高中 402赌南里 501国家新城 505大五轮和601 四角亭一共9条路线 在1点10分 2点整和2点50分 都会从这个二性循环站出发 那民众如果您搭乘这一个 刚刚讲的免费接驳车的话 就可以到二性循环站来换车 然后转成到市区的每一个行政区 那接下来公车的话会往公车总站 和火车站的南站行事 那接着的话可以 如果有些朋友 他可以选择搭乘这个台铁路线 包含增开两班的1314次和1318次 那台北站发车的时间分别是1.5分和1.50分 那抵达到基隆站的时间呢 分别是1.48分和2.33分 那在刚刚讲的火车站南站和公车总站 也可以搭乘刚刚所提到的九条路线公车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